肖建华拉拢彭丽媛弟弟习近平得知震怒,2017年1月27日,被誉为中共权贵版手套,明天系创办人肖建华,被中共有关部门,从香港四季酒店,带回大陆接受调查。 失踪两年后近日有消息传出肖建华席下,明天系保险公司处置方案,已上报中南海,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大陆台联社,1月30日报道明天,系旗下三间保险公司华夏人寿,天安人寿,天安排险的处置方案,已上报国务院等待审批。 根据方案三间公司,由中共银保监会,分别委托中国人寿,新华人寿,泰保财险成立托管小组,对上述三间公司进行托管对此消息各方口径不一。 银保监会不予回应报道,又直据不完全统计,除了上述三间保险公司,明天系然指的还有长城人寿,一安保险,中载财险,新华人寿,国性人寿等多间保险公司,亦持有生命人寿部分股份。 为相关报道,极层转载消息的大陆各大传媒,已将报道下架。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明天系控制人肖建华,神秘失踪后路透社曾援引消息人士指。 中共官方正迫使明天系削减其庞大资产其中包括30多间大陆金融机构的股权。 据报道肖建华控制的企业帝国,将在2018年拆解价值1500亿元人民币下同,约1788亿港元的资产,以偿还银行贷款,此前明天蓄意剥离了约1000亿元,约1192亿港元。 资产英国金融时报去年6月,引述熟悉肖建华家人的人士表示,肖建华被扣留在上海,正配合当局出售其明天系所持有的投资。 由于明天系持有资产的情况,错综复杂资产拆解的过程,预计将持续三年以上外界开测。 华夏和天安,这次若被托管一位,明天系的资产拆解进度,已到其旗下的保险公司。 赞助商链接赞助商链接消息,指习近平、王岐山,在19大前搞封口行动,是肖建华出事的三大原因之一。 也是过去两年众多中国富豪出事的原因,2014年6月,肖建华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曝光其手下公司,曾出资1500万元人民币,约1710万港元。 收购其包子齐乔乔,跟母姓和姐夫邓家贵持有的秦川大地投资公司50%股钱销,还拉拢习夫人彭丽人的弟弟彭磊埋堆。 消息指习大怒下令,好好致一致这些前客肖建华,涉嫌第二宗罪是财阀干政。 自江泽民时代,开始中国富豪,在政坛建成器后,他们与权贵互为利用。 介入或干预地方,甚至中央政务或人事安排等山西首富,美老板张希明被称为山西地下组织部长就是立正销如何干政暂时未知。 但他被拿下显然与此有关赞助商,链接载助商链接消息,指十九大前被当局封口者。 还有安邦贤董事长,邓小平的前外孙女。 去吴小辉,大连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上海复兴集团董事长郭广昌,阿里巴巴主席马云等。 这些富豪所中财富的背后,都有中共权贵政要家人的身影后,几位被谈话后表态站队。 坚决配合党中央转趋低调,固惑当局赦免追究马云则选择提前退休。 肖建华第三宗罪,试涉2015年中国股灾2015年初,护身两地股市开始持续上升。 逐渐出现所谓国家牛市的疯狂上涨,乃至失控现象,但自6月15日开始两地股市全面暴跌。 虽然政府投入万亿元就是两地股市,仍暴跌不已。 股市市值蒸发约5万亿美元,约39万亿港元,甚至冲击全球金融市场。 公安部介入调查发现中信证券、海通证券、国信证券,这三大券商,帮助境外机构造空。 中正监副主席姚刚等,则充当内鬼当局是事件为金融政变,是党内倒习势力的阴谋。 当时销手握超过800亿元人民币,约912亿港元的调度实力当局认定它与股灾有关。 你已操纵股市及期货市场罪名起诉销即源于此。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